我们本来是不配的罪人 但是我们蒙了何等的恩典 这个创造宇宙万物的独立正神 竟然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 他竟然在十字架上担当我们的罪 以至于我们能够今天在你的面前 主啊当我们手拿生餐饼的时候 当我们吃的时候 愿主耶稣基督的生命在我们的复活的生命里面 以至于我们的生命能够跟耶稣来连结 我们不单止跟耶稣连结 我们也借着这个圣餐 我们跟众弟兄姐妹在耶稣基督里面 同在一个圣灵当中 我们彼此的连结 我们一起在这个环境这个处境 我们彼此相爱 以至于能够让众人认出我们是你的门夫 我们也能够在当中借着主你这个生餐的恩典 我们能够继续地长进 现在我们要打开你的话语 送读传讲聆听 我们一样求主打开我们心灵的耳朵 让我们谦卑地听 也打开我们属灵的眼睛 让我们不知道不单只是看到主 你在我们生命里面 你的旨意是如何 更能够赐给我们力量 让我们能够按照你的旨意而行 天父上帝我们在你面前等候 因为我们深信 你要实行奇妙的作为在我们当中 我们将祷告 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的 阿们 各位 是不是要从头开始过 各位 我们都能够轻易地能够感受到 在我们当中的姐妹 这些女人是有很敏感的情感的触觉 一个母亲她更加是如此 这个很高度敏感的情感的触觉 使到她对现实生活中 她身边所发生的事情 她身边的人 她所经历的那种喜怒哀乐 那种悲欢离合 那种生离死别 她非常可能跟我们弟兄 比较起来 有更深的一个感受 三年前我的大女儿 她在疫情当中 就是离家 然后就是去到国外去读书 当时我们在疫情当中 我们真不知道 这个疫情几时结束 我们真不知道前面是怎么样 我们真不知道 这个女儿离开我们 而且是她生平里面 当然也是我们生平里面 她第一次离开家 去到那么远的地方 然后一个人 要在疫情当中 要在许多不确定性的因素当中 自己一个人处理她全部的事情的时候 我们真的是对她有很深很深的不死的 她离开家之前呢 我写了一封十页纸的信给她 表露了作为一个父亲 对她的那种的不死的 表露了一个父亲 对她的那种的爱 也表露了一个父亲 盼望她去到异乡 一个陌生的地方 她能够继续在耶稣基督里面 持守她的信仰等等 其中有一段 我是这么写的 我就读给大家听 我说 妈咪已经经历过一次跟你分离 十九年前呢 她十月怀胎 那个时候你的心跳 你的生命呢 都是透过一个 我们叫做期待的这个小管道 跟妈咪的生命来连结的 那个时候你在她的子宫里面 你每一次转身 你每一次伸展你的小手小脚呢 妈咪呢都能够非常清楚 能够非常真实地感受到 你就在她里面 直到你出事的那一天 她在没有任何麻醉药的帮助之下 也在不能够吃东西的情况之下 她很勇敢地忍受这个生产的痛苦 超过十个小时 然后才很辛苦地生下你 当医生剪断 连结你们这两个人的期待的时候 那一刻呢 是妈咪第一次经历跟你分离 那种分离呢 是带着一种的不舍 当然也带着一种的欢喜 因为你终于能够来到的人间 但是那一次的分离呢 是她经历第一次与你分离 她的心里 她的情感呢 都是有很伤感 很特别的一种的感受在当中 而这一次你离开家 去到那么远的地方 而我们却不能够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 能够再去探望你的时候 这一次第二次的分离呢 她又再要忍受一次 这个第二次的分离 而且分离得那么远 而且可能很久 那一种的伤感呢 又再一次临到妈咪的心里面 我想呢 旧院里面 有一个的女人 她的名字叫做哈娜 她的感受呢 是更加的深 她同样的也是作为母亲 她经历了一次生产之后 跟她的孩子分离 然后她经历第二次分离的时候呢 那个时候 她的孩子才三岁 哎呀 而且这个孩子 得来是那么的不容易啊 然后三岁的时候 就要跟这个的孩子 就是这个孩子三岁的时候 就要跟她来分离 各位今天我们就 随着这个圣经里面 对这段的事情的那种的叙述呢 我们来走进这个母亲的内心世界 也从她的身上来学习 如何能够在困境当中呢 我们依然能够活出对神的金钱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在顺利的时候 我们在富足的时候 我们在没有经济危机的时候 我们在身体健康的时候 我们在婚姻美满的时候 我们在孩子很听话的时候 我们很容易做一个好基督徒 但是如果情况是相反呢 凡事都不顺利 有经济的危机 婚姻出现问题 身体健康出现问题 孩子有教养的问题 有情绪的困扰等等的时候 我们那个时候 要作为一个好基督徒 的确是不容易啊 但是圣经里面 往往告诉我们 只有那种在困境当中 在逆境当中 在许多不如意当中 显出来的那种的信心 显出来的那种的真诚 显出来的那种的金钱呢 才是真正的信心 真正的真钱 真正的那个的金钱 所以我邀请大家 打开圣经 撒姆尔记上第一章 我奉耶稣的名 邀请你打开神的话语 撒姆尔记上 在旧约第一章 因为这一段的事情呢 在圣经里面 记载的相当长的篇幅 它是从撒姆尔记上 第一章第一节 一直到第二章的 第二十一节 这么长的经文 当然我们今天 在这个时候 没有时间去 一节一节的去读 但是我盼望你 打开这段的经文 当我继续讲下去的时候 我会指出 我所讲的重点 的经文在哪里 我的盼望就是呢 当我们来听到的时候 不是听这个讲员 多么有口才 不是听这个讲员 他的神学 他的圣经的知识 有多么的丰富 不是听这个讲员 讲什么很幽默的笑话 而是这个讲员 他扮演的角色呢 是带领大家 走进圣经里面 让圣经神的话语 透过圣灵 亲自向我们说话 这个就是为什么 我要求大家 把圣经打开的原因 好 我们来看看 这段的故事 或者这段的叙述 它的背景是如何 第一节到第三节 我就不读了 这第一节到第三节 就交代了 这件事情的背景 当中呢 有一个的丈夫 她的名字叫做 以利加拿 以利加拿 她有两个的太太 第二节 这个我就读了 因为她是一个重点 第二节 她有两个妻子 一个名叫哈娜 一个名叫 皮尼娜 皮尼娜有儿女 哈娜没有儿女 各位这么简单的 一节经文 你看出当中一些 特别的地方吗 这个人有两个太太 一个名叫A 一个名叫B 然后接着下去 她先讲B 然后讲A 为什么会这样呢 我们继续讲下去的时候 你就能够感受到 而在这段的经文里面 就指出了 这个名叫哈娜的 这个女人 她的困境 她的困境是非常真实的 她的困境不是 无病呻吟 无病呻吟是我们中国人的 一句的成语 就是好好的 没有病的 却在那边爱生叹气 但是哈娜的困境 是非常真实的 我们有时候很难体会 别人的所遭遇到的难处 所以就有一句话说 真没有吃到肉 我们不感觉到痛 我们很容易随口安慰人 哎呀 看开点啦 哎呀 不要想这么多啦 哎呀 神会看顾你的啦 但是对这个正在困境里面 那个人呢 有时候我们这些的安慰 我们这些的鼓励 反而显得非常的空洞 于是我们就有责任 真正去进入体会 他的困境到底是 怎么样的一个的真实 十方面 第一方面 第二节已经提到了 他不能够生育 特别是在古时候 在这个旧约的时候 在那个这样的一个处境里面呢 没有办法生孩子 是女人最大的一个痛苦 也是最大的一个羞耻 他们会被视为 赤等 second class的人 他们会被视为 一定是做了什么不对的事情 他们会被视为呢 是上帝惩罚他们 于是呢 无论是在家里面 无论是在公众场合 他们都会被人家指指点点 他们会被别人 在背后说闲话 他们会被受到歧视 他们的身份地位 是非常的卑贱 更可悲的是 很多这些不能生育的女人呢 会被他们的丈夫遗弃 第二方面 哈拿的困境是真实的 因为她得不到 她丈夫完全的爱 刚才我们提到第二节 第二节 那边说 她有两个妻子 一个名叫哈拿 一个名叫皮尼娜 但是那立刻 他们的身份 他们的地位 完全的转变了 完全的对话了 然后就讲 皮尼娜有儿女 哈拿没有儿女 然后我们再看第八节 第八节 她的丈夫 以你这样 对她 就是对哈拿说 哈拿 你为什么哭泣 不吃饭呢 心里忧愁呢 有我不比十个孩子 还好吗 有人可能会说 哎呀你看 看到这边的时候 哈拿的丈夫 以你家哪 至少没有遗弃她 如果我们参考第五节 第五节说 这个以你家哪 就是这个一家自主 这个丈夫呢 每年她都会带着 她两个太太 然后还有带着 她第二个太太 所生的那些儿女呢 一起去到 斯罗这个地方 去敬拜上帝 斯罗呢 是在 四世时代 当 索文王的圣殿 还没有建起来的时候呢 那个是最早期 敬拜上帝的地方 这里讲到 这个一家自主 都会带他们 每年去敬拜神 而且在 先祭之后呢 我们参考第五节 给哈纳的是双份 因为她还爱哈纳 如果我们参考这第五节 你甚至会说 你看 这个丈夫 没有放弃 或者跟丈夫 也是同样照顾这个哈纳 甚至呢 是给她 double 给她双倍的 这个的记忆 还有刚才我们所读的 第八节 哎呀 她就安慰这个哈纳 有我这个丈夫 不是比有十个儿子 孩子还好吗 哎 如果只是看这两节 没有真正进入 哈纳的内心里面 我们可能会觉得 哎呀 哈纳 你应该要自主啦 你看你的丈夫 还很爱你呢 真的是吗 真的是爱她吗 第一 刚才我们 两次说了 哈纳的地位 被取代 第二节 如果直接翻译的话 那边说 这个人有两个太太 第一个是哈纳 第二个是皮尼 但是句子呢 接着下来就 两个人的前后次序 就对调了 好像就是告诉我们 这些读者 在这个 以利加纳的家庭里面 虽然哈纳是大老婆 原配 但是呢 这个小老婆 在现实的生活里面 她的身份 她在家里面的地位呢 是取代了 这个的大老婆 这个我们也另外参考 第四节 第五节 那边也是 第四节 以利加纳 每逢献祭的日子 将基督分给 他的妻 皮尼尼亚 和皮尼亚 和皮尼亚 所生的儿女 给哈纳的是双份 你看那个持续 大老婆 跟小老婆的 那种的持续 在现实的生活里面 是对调了 这个就是凸显出 以利加纳 这个男人 这个做丈夫的 在第八节 那个充满柔情 充满感情的 那种安慰 哎呀 哈纳 有我这个上妇 比有十个的儿子 还好啊 这种的安慰 是非常空洞的 我想请问 有哪一个太太 能够接受 在这样的出景里面 丈夫所说的这句话 她所保证的是 一个完全的爱呢 我想请问在座呢 有哪一位太太 会愿意 在现实生活中 每一天 都要跟另外一个女人 来分享自己的丈夫呢 所以这个丈夫 给太太的爱 是真诚的吗 是完全的吗 答案非常的清楚 如果 如果哈纳 回问以利加纳 同样的话 就是说 哎呀 我的丈夫啊 哎呀 我亲爱的丈夫啊 有我不比 有十个儿子 还好吗 为什么 你还要去 娶小老婆 我想这个 以利加纳 这个丈夫听了 如果听了 哈纳 这样问她的话 她将会 惭愧的 无言以对 第三方面 她被她的对头 大大的激动 我们看第六节 平里啦 就是这个小老婆 见耶和华 不死 汉啊 生育 就做她的对头 大大的激动她 要使她生气 哎呀 我们很难想象 每一天 要跟这个对头 生活在一起 每一天 要听这个对头 怎么样用 很讽刺的话 来激动她 很难想象 每一天 这个的 小老婆 在她的面前 那种的嘴脸 甚至呢 也有可能 因为汉啊 在家里面的地位 是非常的低位 这个平里啦 平里啦 欺负她 甚至是 有行动上的 那种的攻击 后来呢 激动这个字眼呢 更出现了两次 第七节 和第十六节 激动是什么意思呢 激动呢 就是用一种 极端 狠毒 恶毒的话 来咒诅 还有一种 极端 苦毒 狠毒的行为 使到一个人 很难受 而这个小老婆 就是用这种的 言语和行为呢 来使到汉啊 非常的痛苦 而且是每一天 每一时 每一刻 非常的痛苦 因此我们从今天 这一段的经文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 描述哈纳 痛苦的字眼呢 很频密的发生 我就指出来 比如说第七节 第八节 那边描述哈纳 哭泣 第十节 那边说 哈纳 通通的哭泣 哎呀 那个伤心越来越重了 第八节 说哈纳 心里愁烦 或者愁闷 第十一节 十一节 苦情 第十五节 心里愁苦 第十六节 愁苦太多 这个 这个 撒姆尔记 上的作者呢 真的是在 短短的 十多节 经文里面 用了许多的字眼 就是要告诉 他的读者 这个哈纳的困境呢 是非常 真实的 第二方面 哈纳的祷告 是真的 相对于刚才 我所指出来的 许多描述 哈纳的困境 她的 她的哭泣 她的愁苦 她的愁闷 等等 现在呢 也有多处的经文 讲到 哈纳 向神祷告 比如说 第十节 哈纳祈祷 第十二节 不住地祈祷 第十一节 她许愿 第十五节 她在神面前 清心吐一 第十六节 她祈求 各位原来 这个家庭 当他们 敬拜神之后 这个做丈夫的 就分那个的肌肉 先祭之后 给哈纳的是双分 当然那也分给 小老婆和小老婆的孩子 但是这个哈纳 她却没有胃口 她心里面忧愁 她就在这个 上帝的面前 在那边 默默在那边祷告 她在那边默默地 祷告 这段经文呢 就记载在 第十节 一直到第十八节 当她默默祷告的时候 圣经就说 她的嘴在动 但是没有发出声音 她真的是 可能连话都 讲不出来了 但是这个时候呢 又再发生一次 让她非常伤心的 一个的事情 就是那个 以利 另外一个人出现了 以利是在 斯罗做基斯 用今天的一个的比喻 她是我们的牧师 我们本来期望 我们的牧师 给我们安慰 我们期望牧师 给我们 一个的祝福的祷告 我们期望 我们的牧师 来陪伴我们 但是呢 这个以利却误会了 这个的哈纳 你看以利怎么说 第十二节 哈纳在耶和华面前 不住祈祷 以利定静看她的嘴 原来哈纳心中摸倒 只中动嘴唇 不出声音 因此呢 这个牧师 这个基斯 以利 以为她喝醉了 所以十四节 这个以利对她 做出了一个 很不惊人情的 一个的责备 以利对她说 你要醉到几时呢 你不应该喝酒 那时候 白天会喝醉酒的女人呢 只有一种女人 就是鸡女 哇 这个哈纳 本来已经在 极大的痛苦 羞辱 委屈当中 现在还被她的牧师 来这样的一个的误会 你可以想象 她是多么的 一个糟糕的 一个的出景 但是就在这样的 一个出景里面 她选择 依靠神 她的祷告 有这三方面的特点 第一 她的祷告 源自于她的痛苦 但是呢 她选择 只向神 倾吐 她没有到处去发脾气 她没有在她的丈夫面前 来投诉这个小老婆 种种不应该的行为 她没有把她心中 这种的委屈 心中的苦毒 藏在里面 然后钻牛角尖 然后就把这种的苦毒 转嫁 发泄在别人身上 她只选择 向神来说 她这个祷告 第二个特点呢 就是一种 完全的交托 我们看第十一节 这个哈纳 祷告的时候 她就许愿说 万君之耶和华 你若垂顾 悲女的苦情 眷恋不忘悲女 赐我一个儿子 我使她 终身归于耶和华 不用剃头刀 剃她的头 她是一个 带着一个 完全交托的 一个的祷告 神啊 我把我的情况 告诉你 我深信 你有最好的安排 如果你垂定 我的祷告 她这个祷告的 第三个特点呢 就是这个是一个附带 奉献的一个的祷告 这个奉献的祷告 是带着感恩 主啊 如果你垂听我的祷告 我有一些的承诺 我一定向你来实行的 哈纳在当时 她的身份地位 哈纳在当时 她的这个困境 哈纳几乎就是一个 完全没有能力 在许多的困境当中 是处于绝对弱势的 一个弱女子 但是她选择了 把她的苦情 把她的困境 向上帝来亲属 她在展示了一个 最强有力的 一个的心智 和一个的行动 她的祷告是真的 第三方面 哈纳的信心是真的 我们看18节 哈纳说 愿被你在你面前蒙恩 于是妇人就出去吃饭 面上再不带愁容了 那个时候就是 刚才讲到嘛 这个以利 她误会了这个 哈纳是一个 不正经的女人 给她了一个 很无情的一个责备 后来哈纳解释之后 这个以利就祝福她 这个以利就在 17节那边 祝福她 你可以平平安安地回去 愿以色列的上帝 运营你所祈求的 各位当这个以利 将来祝福这个哈纳 然后18节就说 哈纳就出去了 她就吃饭了 她的脸上再没有 那个愁苦的 那种的表情了 我想请问大家 她的困境 她的难题 那个时候解决了吗 没有啊 没有孩子啊 同样的 还没有孩子啊 对头还在啊 丈夫的爱也是同样不完整啊 但是她知道 只要我们把这些东西 都放在 上帝的面前的时候 一切交托给上帝的时候 上帝就会为她来成全 因此呢 这节经文是 整个事情的 一个的转捩点 一个的turning point 就是即使那个困境 还在那边 即使所有的难题 还在这边 只要我把事情 带到上帝的面前 我就可以完全安心的交托了 而且这个第18节呢 就回应了 在第8节 她的丈夫问她 你为何脸上带着愁容呢 你为何不吃饭呢 18节就回应了 她现在脸上没有愁容了 她已经有胃口出去吃饭了 各位像神的祷告 除了能够使到汉 有胃口吃饭 然后呢 她还能够在一家人 要回家之前呢 他们继续在 世罗这个的圣殿 敬拜神 她能够参与在其中 你看第19节 吃了清晨 他们起来 在耶和华面前敬拜 就回拉玛 就是他们的家乡 参与敬拜 对哈拿来说 非常不简单 因为参与敬拜当中呢 有她的堆头在那边 要跟对头在一起 敬拜上帝 哎呀 除非我们很会演戏 不然我怎么样能够 一方面跟我的对头在这边 一方面我能够很满心 感恩的敬拜上帝呢 但是在这边 哈拿却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况里面 而且呢 在这一节之后呢 即使 那个第二个老婆 比尼娜 还在那边 但是她的名字 再没有出现了 这个比尼娜 不存在了吗 这个比尼娜 已经离开哈拿的生活圈子了吗 没有啊 还是在那边啊 同时呢 哈拿不能生于这个困境 也没有立刻得到解决啊 但是当他把痛苦交托给神的时候 这些仿佛已经不重要了 我们因此可以说 哈拿的信心呢 是真的 第四方面 哈拿的奉献是真的 后来圣经继续说了 他们回到去的时候 神就垂听了哈拿的祷告 后来呢 哈拿生了一个儿子 就是后来我们熟悉的撒母耳 哈拿熟悉的这个的 哈拿生了这个的撒母耳 但是呢 我们继续看到 第21节到28节 他生下了这个撒母耳之后呢 他没有立刻把撒母耳献给上帝 诶 他忘记了他的所做的承诺呢 不是 他反而是因为要把他的承诺 做得更好 圣经这么说 第二十节 哈拿就怀孕 热气满足 生了一个儿子 给他起名叫撒母耳 说这是我从耶和华那里求来的 第21节 又一年很快就过去了 所以以尼加拿又和他的全家上到斯罗去 要向耶和华献年纪 并且要还所许的愿 但是哈拿却没有上去 他对他的丈夫说 等孩子断了奶 我便带他上去朝见耶和华 使他永远住在那边 各位哈拿不是采取一种 哎呀 托得就托啦 我这么难得才生下一个儿子 哎呀 我曾经又跟上帝许过愿 要把孩子献给上帝 给上帝用 哎呀 现在能够托就托吧 就跟丈夫说 哎呀 给孩子带一点啊 带一点我才带下去 等他带一点的时候 又找另外一个借口 不是 反而这个哈拿呢 是要把最好的献给上帝 他就计划在孩子断奶之前呢 献给这个孩子最好的教养 各位 今天的心理学家 儿童专家都告诉我们孩子呢 在他一岁到三岁的时候呢 是最需要母亲细心的教养的 他需要有安全感 他需要这一个对他完全爱的一个的母亲呢 来照顾他 陪伴他 在这个孩子 一岁到三岁的时候 除了我们要他身体很健康的成长 如果有妈妈细心的照顾 全心的陪伴 他会塑造这个孩子的品格 灵性 情绪 学习能力 更能沟通的技巧等等 这个是在他生命的发展的过程里面 这个初期的阶段呢 是最贯重要的 因此哈纳就说 让这个孩子端来 因为以色列人的孩子端来 大概是三岁的时候 在这三年里面 我要给我的儿子 撒母耳细心的教养 我要预备 我这个得来不容易的儿子呢 我要把他预备的最好 然后来献给上帝 真的 后来三年后 但哈纳再次回到斯罗 当初他向上帝许愿的 那个地方的时候 第二十四节呢 他就把撒母耳献给上帝 第二十四节 其实在那边呢 他献给上帝两样东西 第一样东西呢 我们的圣经这么说 第二十四节 既端了来 就把孩子带上斯罗 到了耶和华的殿 又带了三只公牛 一法西面 就是一个当时的绒 那个的计算的方法 一个西面一皮带酒 那个时候孩子还小 就宰了一个公牛 然后领孩子到以利的面前 这里说他献上了三只公牛 我们就在想 是不是他就是要补回 之前三年 他没有去敬拜神 如果是的话 你看他的奉献是真的 第二个他献上的呢 就是他唯一的儿子 第二十八节 第二十八节 他说 所以我将这孩子 归于耶和华 使他终生归于耶和华 各位 不是给三帝用两个月 不是给三帝用三年 在这个孩子三岁的时候 就告诉他 我要使他终生归于耶和华 我们刚才花了很长的时间 讲了哈纳的困境 这个撒母尔 是哈纳当时唯一的儿子 这个撒母尔是哈纳 能够从羞辱当中 能够从被别人咒诅 被别人激动当中的 唯一翻身的机会 而且呢各位 三岁的孩子是最讨人喜欢的 开始学讲话 很活泼等等 哎呀我真的是 时常回想 我的孩子三岁的时候 每天爸爸抱 爸爸抱那种哈 有人说 当你时常回想以前的时候呢 证明你老了哈 没关系哈 只要孩子健康长大 一直在三帝的保护里面 祝福里面 我们老又怎么样 没问题哈 好 但是这个时候 这个三岁的撒母尔 肯定是非常的可爱 三年来 她的妈妈哈纳 无为不知地照顾她 寸步不离地照顾她 但是现在要永久性 跟孩子分开 谈何容易 我们会做得到吗 所以让我们在 哈纳的事情当中呢 我们来学习一下 我提出几点 或许你也可以再加上几点 我们来看看下 这个哈纳 圣经里面所记载 比较少数的女性 她的生命的特质 她那种美好的属灵的特质 不单只是姐妹们 学习的一个榜样 也是我们弟兄去学习的 一个榜样 第一 她是一个与神为中心的女人 我们看过了哈纳的祷告 我们看过了哈纳的行动 我们已经讲了哈纳的信心 在神面前 我们很详细地讲了 丈夫没有全心爱她 对头大大的激动她 连身为牧者的乙利 也在她最痛苦的时候 把她指责 成为一个很不正经的女人 用很严厉的语气责备她 哈纳身边的人 是否都不对劲 一般人可能就在那边怨天尤人 我的命真的苦 我不知道做错了什么事情 但是看看哈纳 她所有的行动 她所讲的所有的话 都是以上帝为中心 她知道 她唯一的依靠就是上帝 第二 她是一个温柔 不争端的太太 想象一下在这样的一个出景里面 哎呀我们看太多 中国那个宫廷戏对吗 那个皇帝有很多老婆 在后宫那种兜心兜脚 但是你看这个哈纳 圣经没有一个地方提到她向丈夫投诉 圣经没有一个地方提到她跟这个小老婆死过 圣经没有一个地方提到她去揍住她的对头 她是一个温柔不争端的太太 甚至当她向以利问她的时候 为什么你这样这样这样的时候 她说我被我的对头 我被人激动 她没有提这个小老婆的名字 这个都是在圣经里面 我们能够找到的一些地方来凸显 她是一个温柔不争端的太太 第三 她是一个对孩子舍而不弃的母亲 第二章第十一节我们看看 第二章第十一节 当她把撒母尔带到斯罗的圣殿 献给上帝之后 第十一节 以利加拿就往拉玛回家去了 那孩子在祭司以利面前 侍奉耶和华 这第二章第十一节 提到献完祭之后 只有以利一个人回家 然后提到赛母尔留在圣殿 哈拿呢 哈拿在哪里 圣经没有很清楚的说 但是她暗示 她暗示这个哈拿可能是留下来 继续照顾这个小撒母尔 继续她照顾某一段的时间 帮助这个三岁的小孩子 适应新的环境 哈拿继续待在那边 照顾撒母尔多久呢 圣经没有说 无论如何 总有分离的那一天 那一天还是发生的 但是呢 这个哈拿对撒母尔呢 是舍而不弃 第二章十九节 二章十九节 我们看 她母亲每年为她做一件小外袍 捅着丈夫上来献年纪的时候 带给她 这第二章十九节 就告诉我们 之后每一年啊 当哈拿跟她的丈夫 每一年去到斯罗 敬拜上帝的时候呢 她都会缝制一件的小外袍 给这个撒母尔 除了表达这个母亲 对撒母尔的爱 除了表达这个母亲 对这个孩子的那种的思念 也是因为小孩子长大 长得很快 一年前的衣服已经不合穿了 所以就要换新的 换新的 我们想象一下哈拿 她在家里面一面缝这个衣服的时候 一面想念这个不在身边的 这个的小撒母尔的那种的心情 每一阵 每一线 都代表了这个母亲 对孩子 浓浓的思念和爱 她是舍 她愿意把孩子献给上帝 但是她没有放弃 她继续呢 在她能够所做的那个范围里面 继续用她的行动来祝福她的孩子 哈拿这种对孩子舍而不弃的 这种的心态和行动呢 也是我们做父母要学习的 当我们的孩子越来越长大的时候 我们真的是要很勇敢地学习 舍而不弃 就是我们要很勇敢地放手 我们相信神对他们的带领 但是我们可以继续用祷告 我们继续用关怀 我们用完全的支持来祝福他们 这个是我们能够为我们的孩子 缝制一个属灵的外袍 来继续地祝福她 各位单愿我们今天能够在 这段相当长的经文里面 我们在有限的时间里面 我们走进哈拿的内心 我们真正地把圣经里面 那种精彩的部分 去感受一下 以至于这个原本这么平凡 这么卑贱 这么被人看不起 的一个小女人 一个弱女人 在圣经当中呢 原来是这么重要的 正因为哈拿的信心 正因为哈拿对上帝承诺 他去实现 他把撒母尔献上 你知道吗 撒母尔后来成为一个祭司 成为先知 他也成为士师 他就把三个 以色列人社会里面 最重要的三个身份 集中在一个人身份 也是那个时间呢 那段的历史里面 是以色列人很动乱不安的 那个的时期来的 但是正因为撒母尔 而使到以色列人能够 在神的带领里面 度过这个 四四时期 很混乱的时期 而且我在最后告诉大家 撒母尔基上 撒母尔基下 如果我们这样看的时候 仿佛就是看到打仗 仿佛就是看到 谁的拳头够大 仿佛就是看到 谁的兵够多 仿佛就是看到 谁能够在战场上 打圣战 就是强者 但是呢 撒母尔基上 撒母尔基下 一开始呢 是以一个弱女子的祷告 还有她的行动开始了 这个师父是告诉我们 强大 不是看外表 强大 是看我们对神的信心 愿上帝祝福大家 我们来祷告 我们来祷告 如果你愿意像哈纳这样 如果你心中也是有劳苦 如果你的困境 你愿意学像哈纳 来到神的面前 向神清新土一 把你的中担 把你的困境交托给上帝 你可以现在来到前面 我们会为你们祷告 我们一起来向神来祈求 如果你心中有欢喜 有快乐 你感恩 你要向神献上你感恩的祭 你也来到前面 我们一起用行动来 敬拜来赞美上帝 我们来到前面的时候 我们一起学像哈纳 这样的一个的信心 以至于我们可以一起来 体会神这种的真实 体会神这种 对我们完全的爱 我们来祷告 亲爱的天父三天 我们在你面前 我们盼望哈纳的榜样 成为我们学习的对象 以至于我们能够 在我们生活的困境里面 我们更显出对主你的信心 以至于我们在生活的困境里面 在许多的中担之下 我们更能够体会 主你依然引领我们 我们也能够在圣经的叙述里面 主你没有看清哈纳的祷告 你反而非常看重 他在你面前的这种信心的交托 我们也可以在圣经里面 后来看到你怎么样赐福哈纳 除了三母儿 你继续赐给他一些的儿女 因此我们也深信 当我们把我们的 愁苦 我们心中的烦恼 我们面对的困境 都在你面前交托的时候 你也一样会安慰 带领 祝福我们 我们将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求的 Amen 我们邀请 奉耶稣的名 邀请你来前面 我们来一起来祷告 看看 叫 咳 人 让 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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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